手指宽的墙壁裂痕 因为0403大地震更加扩大 房屋也更加倾斜 圆形的胶带卷放在地板上 更会自己滚动 走到户外 机动市议会议长同志伟蹲下来 看着另外一户 因为房屋下陷导致地基撬起来的情况 有的住户都不敢住在这里 但是又担心万一再有地震 房屋掉落的墙壁或是石块 会砸中底下路过的行人 或是机车歧视 也因此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接到住户以及当地文安里长 李隆敬的反应 特地邀请结构及土木技师 以及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 到现场会刊 盖在南隆河上 屋林已经有64年 上百户住户的东河大楼现况 希望市政府应该重视立刻处理 这原本也是西定 那个南隆河的那个下游 那现在填堵起来 民国是44年就填堵了 未来如果 花莲这次的大地震 震央在我们基隆 这绝对没有办法承受 我想政府市民 都应该没有办法承受 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全面检视我们河道上所有的房屋 因为过去基隆就是腹地狭小 很多都是填海造路 或是在河道上直接盖房子 来增加商业空间 过去的东河商场 当然也是非常繁华的 我们有一些民众 刚刚画面还没有上去看 我们上面还有楼中楼 商场上面还有商场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 再填上去 这过去完全 以现在的建筑法规来看 是完全不合格的 所以在用水用电的问题 我们当初里长也非常用心 有一些居民 毕竟他已经住在这边 自来水在漏水 里长也非常用心的 跟议员大家共同 努力的找自来水公司 或电力公司来解决 相关的民生问题 但是现在是居民 居住的安全问题 或是用路人经过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金融市 未来非常非常重要 刻不容缓必须解决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会看 然后安排住户 来提出来 让大家来知道 陪同初步勘验的 结构及土木技师也表示 是否需要贴黄单 甚至红单还需要进一步鉴定 不过部分房屋的情况 至少要立即补墙或是修缮 调出它原始的结构图 我们要知道它的基础形势是怎么样 那我们再去做一个综合判断 不过由它的一些裂缝 的裂损状况看起来 是的确是有立即性需要 去做修缮跟补墙的动作 也温血凸显出来就是 其实是建议要把它做一个 都跟或是周边的一个整合的拆迁 才是比较温泽性的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 这个还是要需要市府团队去努力 把这个问题来做有效的一个解决 陪同会刊东河大楼的 基隆市政府都发处则表示 民众如果有鉴定甚至是修缮的需要 都可以向都发处提出申请补助 以每一栋房屋的所有权能为单位 那针对建筑物的初步评估的部分 以栋为单位 以栋和大楼等栋来讲 那最高 最高针对初步评估的部分 最高是补助一万五千块 那后有关初步报告评估出来之后 针对结构性需要补墙的工程部分 那住户跟中央分担 住户分担的比例是45% 那整栋的部分 最高补助的部分是450万元 不过住户一听更激动了 表示屋龄这么久的东河大楼 同一栋的住户不一定都找得到 万一再有地震 损坏的房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没有人敢保证 拜托市政府想办法尽快协助帮忙 记者吴俊松 机动报道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好